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先来测试一下声音是否清晰和流畅 如果听得清楚的话,可以回答一下 我们今天的摄像头有一个先进的功能,可以自动对焦 所以平常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和大家讲解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对焦给我 那今天SPAI老师来了以后了 所以他总是把这个焦点对到SPAI老师脸上去 他要消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了 好,时不时的消失一下 对,其实我也在的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讲解 今天我们是2016年5月19日 那是我们co-trading交易俱乐部为大家提供的交易策略团 那有和讯和网络中的客户 这些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今天的学习 那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继续专业投机原理 交易当中的图形统计与基本面的分析逻辑 那这堂课我们也已经进行了接近20讲了 那么中间有一讲啊 特别是这个让你亏损的方法 至少有50种的这种这一个讲解了 我们用了三节课讲解它 实际上我们在去学习它的时候发现 交易的最 就是影响你交易获利的最大的敌人 并不是你的获利能力不强 特别是有些个人的投资者 他们的获利能力很强 但是亏损能力更强 所以使得你在交易当中行不成持续稳定的获利 那么我们就在这一节里边 继续来看专业投机原理当中的第12节的这部分内容 和大家一起去探讨 让你亏损的方法至少有50种 那在中间的课堂当中的会讲解 给大家讲解17种的中间交易的原则和原理 那么我们会在今天的时候讲解第9到第17种的下半段 这一部分内容特别适合初学者 当然一些交易当中的有特别交易经验的这些投资人 也是非常合适于参加这样的课程的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 那和我今天一起来给大家讲解的Safire老师 那Safire老师呢 他进入到交易的学习当中 交易经验也有4到5年的经验了 那在交易中呢 使用一种比较中长线的交易 顺势交易的理念 那交易的绩效也是非常好 本人也是专业的会计师出身 所以他对数字的敏感度 还有这种财经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作为我的今天跟大家讲解的Safire老师呢 我们先欢迎Safire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进入交易的知识 大家晚上好 好嘛那下面我还是按照老规矩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老师 凯文老师 他是我们co-trading交易学院的院长 也是co-trading交易俱乐部的创始人 那他也是CCTV证券财经频道的特约分析师 本身有十余年的这种一线的专业交易的经验 那么现在呢是和讯外汇交易课堂的交易导师 也是金融机构大客户的这个交易导师 那他也是我们澳洲外汇投资工们RG146执照的这个持有人 也是中澳媒体特约的这种财经分析的证稿人 好的 那么无论怎样去介绍自己的这个经历 我还是希望的说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最主要的目的 能够带领投资获利 能够将我们这些交易的经验去传承给大家 那在今天讲解的内容呢 主要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好的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交易逆参的解读 然后今天假如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有合适的机会 我们也有这个交易喊单 这个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么今天晚上会继续我们这个专业交易原理的 其中一个章节让你发生亏损的方法至少有50种 那么我们之前是讲解了1到8种 那今晚呢会讲9到17种 就把这一个章节去讲完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晚一点10点到11点的时候 还有我们张老师的每周盘的这个讲解 然后之后呢是我们的免责声明 就是课程当中的内容都是general advice 不涉及任何个人投资理财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我们先进入到这个使大家亏损的50种方法 好 我们在金融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昨天和大家进行的讲解说 若是使买进强势中卖出 应该让买进的意愿等同去对待 不可让这种获利的头顺了变成亏损 很多时候在交易的过程中 这些交易的理念要运用在实战当中才起到效果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给大家了一些交易的建议 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战的交易的指引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一张交易单 我们去对应一下昨天我们说的这一条 不能让获利的头顺变为亏损 我们看到如果在交易的过程中 比如说昨天我们交易了加币对日币的行情 在最高的点位的时候获利有50点 实际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一个投资人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图形 带领到实际的图形当中 这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和投资人一起做的 喊单的动作 那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我们的入场点位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并且在中间的时候有了加码的能力 有了加码的能力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包括我自己 我去反思这一单 似乎也没有做到说 不能够把一个获利单做成亏损单 我们看到昨天在这个实际的入场的位置 我们第一单在喊单的时候的入场位置 是8438的位置 那它的最高点的位置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我们看到最高点的时候 它的位置达到过8501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 行情已经给了你60点的获利了 并且还在中间做了一次加码的动作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候 这个行情的是有亏损的 所以当我们去思考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有些时候 你在执行交易的时候 你的理念的运用 不一定能够每一个时刻都能够运运的上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图形当中 图形当中 我们昨天的这些获利单 澳币的获利单 仍然在大幅的获利 我们看到在这两张加码单的产生了 将近有700澳币的亏损 假设说没这亏损的话 我们会将这个数字的变成150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两个没有按照原则去做的这两个单的实际上 使得我们交易当中出现了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亏损 对吗 那那这种图形就是如果有有60点获利的话 我们应该将止损至少损一两平 对让我让我们保持这个获利 而且第二张的加码单也是蛮可惜的 第二张加码单 这是我们的buy stop单 这张单也获利有40点 如果两张单都在最高点出场的话 那么第一张单60点 第二张单40点 100点的盈利 那也就是说最高的时候 100点的盈利最终现在演变成了700 700澳币的亏损 实际上是相当不应该的 事后我们再去做反思反省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做到这些反思和反省 当然我们不出场也有不出场的理由 就是我们在看图形的时候 发觉这是个上涨的行情仍然在 我们设置的底部的这个止损的位置 仍然是比较有效的能够守住它 而且昨天行情上涨的时候 呈现出一种大阳线的上涨 呈现出一种大阳线的上涨 我稍等一下 我们感到好像 有头真不能够看到我们的桌面共享 好那这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的应用 其实每一条应用都带着血淋淋的教训 都是都是有真金白银去得来的 比如说这条教训它的价值是多少呢 昨天获利的时候获利率100点 那我们以一手计算 那就是1000美元 就是1000美元兑换这奥币的就是1000好几百奥币 那么今天的亏损了700奥币 那么累积起来 我们的这条经验教训就价值2000好币 对吗 就是1万块钱人民币 所以每一条教训都是血淋淋的 我希望投资人不要去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我们的准则9 多头市场当中市场的初期应该扮演投资者的角色 多头市场的后期与空头市场当中应该扮演投机者的角色 史派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的话 我一初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的感觉它是不是其实是应用在这种股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呢 我觉得股票市场有可能 因为股票市场它才区分 比较尖格的去区分多头与空头 在外汇市场当中 多空并不特别明显 就像是说 我们去现在去做空奥币兑美元的话 其实是空奥币多美元的 所以也并非完全是多头或者空头 我在理解它的时候 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我们在市场运行的初期的阶段 应该扮演投资者的角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长时间的去持仓 持仓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当它走到这个运行的后期的时候 当它开始走这个盘整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注重它价格的波动 也就是说 长线交易 在我们通常来说 投资者 他的交易的时间周期是相对较长的 投资者 他的交易的周期是相对较短的 那较长的周期 关注于方向 较短的周期呢 价位 关注于价位 还有就是或者再具体说 关注于买卖之间的价位的差值 买卖之间价位的差值 所以 相对短线的时候 或者说行情波动的末端的时候 更要关注于它的价格的差值 我们也再去来看一个例子 再来看一次 不要把我们辛酸的价值再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理想的 澳币的走势 那澳币的走势 就是在这个长的波段当中 我们去执行澳币的空单 从最高点开始做空 去加码做空 还有底部的这个做空的空单 昨天我们平掉了 平掉的这个空单 昨天我们想在这个73的位置上去补单 可惜行情没有点上来 没有点到 假设上来的话 将会是个极好的行情 在这种趋势型的比较明显的 这种波段当中 我们应该做一个投资者 长线的去持有 长线的去持有它 实际上我们的这波波段 它还并不特别长 从7350中部运行到 72100多点 实际上这波行情 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要比我们看到的要长 它是从77 接近于78开始一路下来的 能够把握的波段有两个 能够把握的波段 第一个CPI的下降 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降息 以及降息随后带来的几波下跌的行情 我们这一波是交易到的 我们这一波 就从74开始的这一波是交易到的 我们这一波又交易到 所以如果是在四小时图上做单的话 我们在这个中间发现 一二三四五波行情 那如果我们以我们刚才所讲的行情发动的初期 要以投资的角度去做交易的话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澳币可以从78的位置上一直坐下来 一直坐下来 也就是说这个行情 实际走了570点 你逢高做空逢高做空 一定要累积的破例的点数超过570点 才可以 才可以 对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 老师 我们在那个看书的时候 这个作者的他里面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 是无法以做空来投资 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 算作是这种股票市场的一种概念 做空投资 我们这样去理解 因为在这种发达的西方的股票市场当中 很多投资人以股息 就是他的会赚取股息 当然你做空的时候 是没有股息去支付的 那么在外汇市场当中 我们可以把这种股息去衍生成为他的swap 就是他的利率的差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次的交易当中 我们看一下澳币 那在做空澳币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支付他的利息 这个利息是澳币的利息与美元利息之间的差值 然后这个差值会每次都会忌息 那也就是说当投资人去进行澳币的多单交易的时候会更为合理 他除去获得了波段上的收益 而且还增加了一个swap的收益 对 那他就更像是股票在做多的时候 既有了股票增值带来的权益 又有了股息的一个收益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再把它切换到奖励当中了 第二个 第十个 不可摊平亏损 亏损的头寸不可以加码 小帕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呢 不可摊平亏损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追加这种头寸的一种行为 而且是在你已经有亏损的这种情况之下 的一种追加的行为 那是一定不可以呢 还是说有时候也可以呢 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不是特别倾向于这样子去做 好的 准则实在使用的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是 特别对于专业的投资人来说 他未必一定是一定是正确的 当然如果你说要想要摊平亏损 这一定是错误的 但是有些情况下会发生一种状况 就是行情在走走你运行的反向的状况的时候 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加码的工作 表示说 我对这个行情的确认度是比较高的 确认度是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在交易最近一段时间的澳币上 我们就是确认度比较高的 那在这种状况下 当行情开始向上运行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们入场的这些好的机会 包括今天假设说行情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逢高做空 这种时候它就并不是一个亏损的头寸在加码 也不是采取摊平亏损的方法去执行 而是说我们在进行一个有计划的加仓动作 有计划的加仓动作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交易者 可以去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尝试 如果说一个刚刚入场的投资人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交易 那么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是不可仅因价格拼低而买进 不可仅因价格拼高而卖出 这个就是 作者在这里面他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交易中没有特价品 所以说他说交易的重点 其实是在亏损或者是盈利之间 而不能仅仅是因为它的价格 可能有很多交易的人会认为说 现在已经是历史的地位了 那么可以去尝试 不可能再跌了 可以我去多它 或者是已经是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了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作者在这里面 我觉得他可能强调的 无非还是说顺势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 而且他说除非是要你看到趋势有逆转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那你可以去做这种动作 是的 我们在交易当中 价格因为价格低而买进 因为价格高而卖出 实际上是大多数人他的心理所在 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投资人说 我们去商店里面买东西 他涨价了我就买他 应该不会 大多数人不会 大多数人不会从这个角度上思考 说他涨价了我买他 比如说今天苹果涨价了 我们买苹果 大多数不会 因为这是一种交易的思维 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选择说 他这个位置降价了 我们去买他 因为他价格比较低 那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思路 很多人把日常生活中的思路 拥有在金融交易的实战当中 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误区 股票交易当中 比比皆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做一个讲座 也是一期一会的讲座 那是在两年前 他做的一个马行事件的讲座 马行事件就是 马行的MH370这个飞机 这个被击落了 然后还有架飞机失事了 MH17的飞机失事了 那马行的股票大跌 我们就去询问说 有没有投资人说 愿意在这个股票大跌的时候 原来100多块 现在20多块 愿不愿意去买 的确还有人愿意买金 因为他低 因为他价格低 原来买一股 现在买五股了 他就愿意买金 可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马行 破产倒闭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因为价格的低而买金 也就是说 不要因为支撑阻力去做这种交易 不要因为支撑阻力去做交易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只在流动性高的市场当中交易 萨白老师你怎么看呢 流动性高 我觉得我的理解 就是说他的交易的频繁度 或者是说从外汇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大的币种和小的币种之间的这种 可能说我们更倾向于去做 澳币 欧元 英镑之类的这样的币种 而不是说可能蓝特或什么 可能大家做的这种机会 就会比较少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常见的外汇直盘这些货币呢 我们有说有四大两小或者说四大三小 就是那四大呢 就是欧元 银帮 日币 澳币 那几个小的呢 加币 日币 瑞士法囊 加币 日币 瑞士法囊 那这几个币种呢 又会组合出一系列的这种交易的品种 交易的品种 那我们看到有些交易的平台上提供数千种的交易的 交易的产品 那我也经历过 在澳洲有非常多的平台 它有四五千种的交易的品种 那外汇的市场 富有车市场 期权的市场 生猪 牛肉 绿 棉花 甘蔗 都可以去交易 我们在去交易的过程当中去注意到 当市场有流动性的时候和没有流动性的时候 交易的方法和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在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交易房产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房地产的交易的流动性 和外汇 金融市场的交易流动性有显著的不同 我们是想 假如说我们想做一个买房子或者卖房子的动作 会发觉 这个周期会有相当的长 甚至有些时候 有市无价 就是说你认为它的价格 比如说悉尼的房产中价位 100万澳币的一个中价位 那它是不是能够以这个价格卖出去呢 有时候不见得 因为会有流动性 那在外汇市场当中 这种流动性 大多数情况下 外汇市场当中的流动性都是极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 如果你去交易的交易单的话 你会非常轻易的去执行 执行到这一单 当然有些时候外汇中的流动性也会出现状况 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在交易的过程中 那比如说我们设置一手一手的 如果交易是一手一手的交易的话 这个交易会瞬间执行到 瞬间执行到 但是我们发觉在有的交易的平台上 如果将这个手术变成大约70手左右的时候 它就不一定能够瞬间执行 而是会 当然我在这里的 就不和大家做这个现场的演示这个动作了 如果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它会给你弹出一个单了 就是说你还会接受这个价位吗 会进行重新报价 有些时候这个单了 不一定能够直接敲入到市场当中 特别是有些平台 它并不是抛单到市场当中的时候 做这种 MarketMaker的这种的话 可能会这种状况会更加严重一些 在外汇市场中 也可以在中间看到它的这个Volume 可以看到它的Volume 就是它的交易的成交的量 成交量的多少 相比于其他市场当中 外汇市场当中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 它的交易的这种流动性是特别强的 极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流动性的缺失 举个例子 我们举美元对日币 或者我们举欧元对瑞士法郎 我们来看欧元对瑞士法郎 将它的来周线图 我们看到了这些巨大的这些阴线 实际上在瞬间发生的 欧元对瑞士法郎 弃手下线 带来的这样超级强大的 瞬间波动的上千点的行情 那这个时候也会出现流动性的缺失 比如说所有的市场都出现 所有的人都出现逃命的痕迹 将自己的多单平藏 这时候也会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 出现外汇市场当中的流动性不足 但是可以说外汇市场的流动性 算是所有市场当中最足的 对 要比股票市场要强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价格快速变动时不可建立头寸 瑞范老师这里怎么去解决 是那个数据行情出现的时候吗 有可能 就是你讲的是原因 就是价格快速迅速移动的时候 有可能是由数据行情造成的 对 可能会有这种滑点 或者是这种不确定性在那边 所以说是不是就是说 经常所说的建议大家 就是多看少动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此外老师说的很对 就是当然有滑点了 就是所谓的滑点 我们知道今天可能有些 刚刚参与到教育当中的投资 所谓的滑点 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点差 买卖之间 Bit Ask之间的价格 叫做点差 那所谓滑点的就是说 在某些时候 你所要交易的价位 没有被交易的执行到 那在 之前的股票市场当中 价格的是以八分之一计价的 就比如说 它的价格总是一有八分之一 一有八分之二 八分之三 就是1.125 1.250 1.325 就是1.500 这样的来去波动的 那么当价格快速波动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两两价差之间 它不是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跳 而是八分之三 或者八分之五的这样跳 或者在外汇市场当中 本应该每一个数据之间 它都是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波动 也就是说 一点是万分之一 一个pip是十万分之一 本身这个数字的波动 应该是在时间轴上是连续的 本身是应该连续的 但是当价格快速波动的时候 有可能就出现一些极端的不连续 就拿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oray oray对吗 那有兴趣的投资的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oray发生的时间 15年1月20几号 1月11号 1月11号 那这根k线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在日线图 因为周线 把它换一个稍微简单一些的图 回到20 回到2015年 这根k线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 非常非常深刻 2300点 发生在悉尼时间 大约晚间8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中国时间6点半的时间 相当剧烈的一根k线 忽然一下起手下线 行情就反向的波动 那这些时候如果去建立头寸的话 我们刚才说过 滑点是会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个就是说 有些平台你进入不了市场 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些平台他在交易软件上 会告诉你说 Kamen老师 当然不是说Kamen老师 Kamen 他说 他不是 Dear customer 亲爱的顾客 那我们现在由于瑞士央行 气球下线 造成了市场当中非常大的波动 我们现在暂停交易 如果你还想交易的话 请致电我们的客服 要手动下单 手动关单 那有些平台 如果做得好的话 他会将你的止损单 迅速的平仓掉 有些平台做得不好的话 打电话过去 也都没有人去接 因为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电话 都蜂晕而入的 去进入到一个平台的 这种客服系统当中的时候 他的客服也会瘫痪 所以在这根行情 这一天的行情当中 检测出了一个交易平台 在极端行情下的 他的服务和承受能力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行情当中 这些很多平台 也经历了非常大的亏损 据报道 FXM这些平台在那个当时 也是有非常大的亏损 甚至在如果不是有外援 有援助 得到这种外资的援助的话 有可能会遭受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更为严重的损失 所以这些时候也是考验一个公司流动性 考验一个公司服务的一个试经时 试经时 也就像我们人和人朋友一样 关键时候才见证情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快速移动的时候 不可建立头顺 观测为主 准则是14顺势交易 而不是顺着朋友的意见交易 这个他其实讲的是 在有很多时候我们所指的这种内幕消息 或者是这种小道消息的这种状况 里边这个作者说 他去参加一个好像是欢迎的酒会 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过来跟他说 说Victor记得要去买这一只的这种股票 然后跟他说一句话 说把这只股票留给你的小孩 然后回去他就纵仓的去买了这只股票 后来跌到整个这只股票都已经查询不到了 然后之后他就 后来好像他还有一次 两次 他说他的交易生涯当中只有两次是这样子 根据这种小道消息 内幕消息去交易 但是两次都亏得很凶的这样 然后后来他另外的一个 交易的好朋友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千万不要频繁的相信别人对你说 去买这一只股票 把他留给你的小孩 他说假如你要是频繁的相信这句话的话 你的小孩将会在孤儿院里面长大 小孩在孤儿院里面长大 顺着朋友的意见交易 他有几个内涵 就是我们在很多投资人去交易股票的时候 希望能够得到内幕的消息 我们也看到中国股市当中有非常多的 与内幕消息有关的这种交易的平台基金 就在西方的道德当中 内幕交易是刑事罪 也就是说在美国监管内幕交易的这些法庭 是有刑事警察可以的这种权利的 他可以调查你 我们在中间有一次内幕交易 就是莲花公司受到FBM公司的收购 然后莲花公司的一个打字员 一个打字员 他将这个消息去告诉他的家人 这个消息经过大约六层 就是六次的传递 有大约三十多个人在这次交易中 因为这条消息而获得了非常大的利润 那美国的这些证监会就去查询 他就会问你说 请问石潘老师 你认为你在这个事件当中有罪吗 所有人都不认罪 就认为说 我没有听他的消息 我只是按照这个去 我去交易了 但是呢 法官就说 你从来也不交易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交易 而且是重仓交易 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你beauty 就是认罪 第二种呢 我们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就开始调查 你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刑事指控 刑事罪 那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朋友交易 按照这些内幕消息交易 如果获利了 你会受到这种内幕交易的惩处 那如果不获利 我想亏损的也是自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去指望内幕交易去赚钱 我们在中国的去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徐翔系 我们看到中国的好多基金 他们的交易的方法 非常的粗暴 非常的这种野蛮 然后去看到这些逃顶的这些位置 都是相当的理想 相当的 就是你很难相信一个 一个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的人 能够做出如下的这种神一般的判断 那事后我们看到他被中国抓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市场当中 必须要保证这个市场的清白 保持这个内幕交易的消失 才能够使得交易变得更加公平透明 另外还有一点 你的朋友如果不做交易 如果他对交易没有一个真知灼见的话 按照朋友的意见交易是一定会亏损的 甚至说 如果你和我的理念不一样 我们在课堂当中 很多投资人在参与到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 如果你和我的理念不一样 那么你的 你听我的意见也可能是对你不利的 因为出厂的方式 出厂的方式不一样 好还有 第15条 永远要分析自己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概分成两点吧 假如我们要是说有自己的这种交易系统呢 可以就是说严格的按照这种交易系统去执行 在这种状况下 假如要是有亏损或什么样的这种状况的话 我觉得可能 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每一种交易系统 它都有它固定的这样子的这种胜率吧 但是假如要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理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 没有执行 完全的执行我们的这种交易的这种理念的话 那可能我们要在复盘的时候重新的去 校正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心理吧 是的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要分析自己的交易的错误 很多时候 我们来切到一些图形当中 那我们正确的观念 我们就不再分析了 就是像奥币这样子 这样的我们交易正确的就不再分析了 实际上很多很多在交易的过程中 应该从自己的错误开始去分析 应该从自己的一些交易的不对的地方 来来进行分析和检讨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的 这是 面对日币 昨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昨天我们在谈鸡每日的时候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通过技术面的方法 在这一组行情当中去画出了它的 它的这个等距的乖离通道 那这个等距的乖离通道 我想它画在MTFOP图表当中 它是一种非常技术面的分析方法 我们当时也做出了一个类比 我们看到说英镑经过了这个行情的时候 它是大幅的向下运行的 也就是说上涨 然后盘整向上 它就技术面而言 它应该是朝下的 应该是朝下 这个一致性我们不要变 首先如果假设说 我们昨天投资人在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高位上 做空了美元兑日币 在高位上 在破位的位置上30点止损了 这是前高 这是这个碎形高点 这前高 破位的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止损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看它们 第一个 你一定要去注意你的那些亏损的 当然去仔细的去回顾它 到底是我有哪些没有分析到 还是我分析错了 这个中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会发觉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回顾昨天的思路的时候 会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个 技术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盘整上升的格局 这格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引交易向下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 价格在均线的上下游走 均线呈现出交织的状态 这表示说 行情在走盘整行情 如果盘整行情 我们应该是在高位上做空 低位上做多 所以我们如果反思的话 发觉我们单纯从技术面上去思考这个行情的话 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 只是昨天不是 那哪里错了呢 昨天是说美联储 然后不是说六月份的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增加了吗 我们也在事前对美联储的政策进行了分析 我们说市场最近 就是除去昨天之外 对美联储的这个反应和影响力的逐渐开始减弱 我们也也看到了说上一期的非农的数据非常不好 美联储的这些决议应该是 偏向于延缓加息 美元偏向于走弱的 我们也看到了 美元的持仓投顺呈现出负值 应该是做空美元 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亏损呢 似乎好像我们都分析对了呢 我想石坏老师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解决不了 因为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市场 尤其是说基本面的这种市场 很多的这种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很多这种看法 因为在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网的时候看 说在那个这次会议之前 可能大家认为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可能性 它只有19% 但是它经过这个会议纪要之后 又提升到34% 所以说市场对于某一种货币的这种看法 包括对某一种央行 它的货币政策的看法是属于一时比一时的 对我觉得石坏老师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符合今天在早间的时候就是亚洲早盘时候各大主流媒体的这种判断也都是相似的 我想看到了行情的走势之后得出以下结论是非常明智的至少没有人在说看到了美元强之后还在说美联储的加息 的时间还会向后移因为不make sense 因为只有向前移它还会美元的强如果向后移美元会弱对吗 所以在市场当中有非常多的是你分析不到的 有些事情可能天灾人祸可能是意外事件可能是乌龙事件 可能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市场当中就这样走了 所以有些时候它就是这样发生了 它告诉我们要心存尽畏同时还有一个每一个做空的空单都要拿出来去做检讨 你一定要是想到底是不是我错了好吗 那现场有投资人问说最近原油有没有交易的空间 我觉得是有的 我觉得原油是有交易的空间的 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有交易过原油 实际上原油的仓位可能可以更大一些 并不是说我做了一 实际上应该做到去按仓位做到十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表达 就是就你平时的这种交易的这种仓位 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人要入市虚谨慎 那有人问说最近有没有有没有操作的空间 我觉得是有的 而且在这个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图形看到今天 今天在下午的时候 它这个前期的这个颈线的位置破位下来了 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看到了 高位上出现这种非常清晰的吞没行情 我们在顶部的时候看到了看到了这样一组盘升的格局 我们不往后移这样一组盘升的格局 你注意这个盘升的格局 我们的这个标尺的幅度的使用1.6 那我们如果再次准确一些的话 可能会会运行到1.8 好1.8都是正好正好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盘升的格局在交易当中是有它的意义的 当然也有做亏损的 就像我们做每日就做亏损 但是做原油的话 我们看到顶部区域的这种碳高 一起来看一下这些位置 这是前期的前期的高点 前期的高点点次上去迅速拉回 上涨上涨这个非常漂亮的吞没形态 而且是第二次吞没第一次吞没在之前 在之前形成了这个吞没状态 我想这个吞没状态 你如果在这个图形上看像吞没 可是当你再次去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觉7.8这个位置是前期的支撑阻力位 我们再把它图表变小一些来看一下 我们再把它变小一些 发觉在这个前期的时候 在7.4770左右的位置上的时候 这是有它的这个支阻互换的位置 有支阻互换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去看这个 就是在这个波段当中去看原油的话 我们看到这是原油的一波主趋势 这是回调 这是最清晰的一个上涨和拉回 上涨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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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整之后再走第五波了 第五波上涨 第五波上涨之后会走ABC 那这个ABC有可能形成反转 有可能形成反转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昨天我们说美元走强了 美元强 其他的非美货币就会表现成为一种弱势 就会表现成为一种弱势 所以我觉得原油是有交易机会的 有是不仅有交易机会 还是已经入场的交易单 那今天我们看如果其实刚才的这个位置 就是刚才的这个碎小线形再破的时候 也都是好位置 也都是好位置 所以我觉得原油这个交易 它属于顶部格局刚刚开始 顶部格局刚刚开始 我个人觉得原油有可能走出一个比较强大的下跌的行情 这是我对于原油的看法 另外这个下跌也影响了我们昨天加币对日币的多单 也影响了 这也是数据行情带来的一个影响 本身每日是向上走的 如果单做每日的话就最影响了 结果阴差阳所做的夹日 所以我觉得原油有操作的空间 而且这个操作空间如果动起来会比较大的 我们切到日线图上来看一下 日线图上 这个一期目的原图还是在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远离的位置 就是乖离比较大的 乖离比较大的 这个图形上 这是上升回上升回上升回 也是这种结构走到连续走了一波两波三波 就最近的几波已经走了第三波的往下走 这个向下的走有可能形成简单一些的图形 用一些简单的图形 有可能形成像前边的这种下跌 也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反转的反转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原油是有交易有交易机会的 78的位置 我们在日线图上看到了这个位置 看到了这个前期的chip 就是48位置 它即将是个重要的位置 当然你说它是50我也认可 就是这个大关卡的大关卡的位置上 所以这是我们对原油的原油的看法 这也在日线图上 如果再看原油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就是交易当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这次主要是斜行 那叫斜行 就是图形出现出一种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再变得再细小一些话 你会看到它是走一种盘升向上缩减 早晚有一天它会从这个高点上穿下来 就是在预 其实我们看到的原油的交易的机会 那下一单的入场 这是日线图 这是切到日线图上 我们看到之前有原油的大幅的上涨 破位上涨 那回调到低点的时候都是 不当然不是 不是我是说破位的时候 破位的时候这些位置的时候 可以构成原油的下一次的入场机会 下一次的入场机会 顶部日线图上的双K反转已经特别明确了 已经相当明确 大阳线如果就一些比较激进的交易的方式 如果去说的话 大阳线如果过到它内部的三分之二处的时候 就认为它将会有可能反转了 这个位置大约还有这么小小的一些空间 再往下走这么大约一块钱就一定会一定是确定的破位的位置 我们现在是4770下方的低点是4678 也就是再往下走一块钱 就是也就是说对于原油来说一块钱2% 2%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原油是有交易的空间的 好 再看一下我们 我希望同学们也多问一下问题 如果有问题多去提问的话 我们可以多切到这个行情当中来讲解 那讲解到这个实战当中 必须保有你的交易记录 这个我觉得我执行的还蛮好 因为不用执行它就保有了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说那个平台所提供的那个statement 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那个statement 当然是你做的每一笔交易都有 但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反过去看的话 可能时间各个就是说不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吧 但是你要是写自己的这种交易记录 我一般我有那个本子就是说按照每一天 我都已经交易了几笔 但是每一笔的话 我基本上会略微就是备注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吧 非常好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就和投资人说 我们计划自己的交易 我们说根据交易计划执行交易 Plan your trade and trade your plan 那实际上应该是先记录后交易 先写下交易的记录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交易 我们在每天去做晚间解盘的时候 为什么说一个交易者他愿意和大家去讲他的交易思路 其实我在讲的过程当中也是理性看待事物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就应该非常中立的根据我所知道的一些知识 我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来讲解给大家 实际上是做一种交易的分析和进化的 使得自己的想法能够公布于众的都是一些相对正确的交易的方法 那投资人在交易的过程中实验很困难 因为每一个投资人他面临着三种角色的转化 第一个角色他要是一个策略的制定者 自己决定自己要做多还是做空 第一个 第二个要做一个交易的执行者 将交易的策略执行到交易的这种平台当中 第三个要做一个交易的检讨和反思者 那在这种状况下因为交易策略的制定是宏观的 交易的执行是微观而敏捷的 交易的反思又和前面的交易的策略的制定是站在对立面上 就像你是书记他是纪委书记这种关系 有些对立的关系 同一个人心中有两种想法的时候会产生冲突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你记录下你的交易 这样的话你在事后的时候做反思就比较清楚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拿自己的亏损单去 我们拿亏损拿这个获利单去去做反思 我们把它变到Z模板变到四小时图上来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形 如果我们现在去做交易记录或反思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中间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就去做思考 我们看到价格大幅的穿刺向下 这种3K反转的反反转的线形出现 假设今天晚间的时候 它的行情不是不是穿下来 不是穿下来 而是走出了这样一根线形 走出这样一根线形 单根的一根阳线上涨 走出这样一根线形 那我们在这根线形当中 我们的缘由就亏损了 那亏损之后 我们该如何去思考这种亏损呢 我们原先做的技术分析是对还是不对的 这时候就需要你用你之前的交易记录去做反思和检测 因为只有你没看到的时候 你做下来做的交易的记录才有效果 当你看到这张图形的时候 你一定会说 把自己之前不长的理由都推翻了 把自己理由都推翻了 你一定会跟凯文老师画出这样的一个菲伯拿奇回调 你说凯文老师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上涨 这回调到618 你看正好在618点到这 然后反转 所以当你去事后看行情的时候 和你在事前看行情进行预测的时候 一定不一样 你看得到结果的时候 你再去分析 实际上是和你之前有误差 所以必须要记录下自己的交易 记录下当时的想法 然后再进行反思 才有作用和有效果 好 接下来再讲今天的最后一条 也是这个了解并遵守规则准则 这个应该就是对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准则的一种 一种概括吧 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知道了有这些的准则 但是呢同时你要去遵守 遵守它 我们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呢 行难 我也把这个问题了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今天参加课程的一些投资 你们认为知难还是行难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了不去做回答了 也我想每个人自己的内心当中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准则 到底是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 到底是了解道理不容易还是按照道理执行不容易 我个人认为 我去引导大家了 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他的感知的 那么通过最近几天我们的讲解 17条交易的准则 我们想最后一条最重要去做执行 去做执行 明白道理 我想是相对容易的 甚至有些投资人认为说 Tam老师你讲的这些内容我都懂 我都明白 可是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 所以最后一条最重要了解并遵守自己的准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明示解惑的环节 应该换成第37期了 扫描这个38期 扫描这个二维码会进入到 我们在周六为大家提供的 一期一会的第38期 和投资人们一起在5月21号一起去学习 英格兰在退欧事件当中 可能蕴含的交易的机会 我们在昨天说过 英格兰当中的苏格兰有过退出苏格兰的 这种之前的公投 最终失败了 那么我们也看过希腊也进行过公投 这些公投事件会对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是有规律的 我想能够在中间把握住规律 一定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到六月份 有一波英镑上的签点行情 如何把握呢 我会在星期六的这种课程当中 会和大家讲解是公开课 扫描注册就可以参与 右边的二维码是 co-trading交易学院的二维码 扫描之后可以和我们取得关系 我们这边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油看跌的话 每家如何看 我想中间的关联度是很清楚的 就是原油和每家的关联度是很清楚 也就是说加币会更弱 加币会更弱 那如果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加币弱 我把这条黑线去掉吧 心中一惊 我忽然一看 我说转眼间怎么走成这样 过于逼真 看到了头都红 脸都红 刚给演示的做空 转眼间走出这样的陷阱 每家站上1.3 每家站上1.3 原油开始走空 美元开始走强 每家的强势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的 前期下降波段 现在已经运行到它的两倍的过程当中 大阳线碎小线形 真线 然后仍然在上涨 每家在走强势 这种强势 我们看到刚才说了 每家这个货币队 是目前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货币队 每家的强势 原油在走空 美元在走强 我们明天的交易内参中 就会明确的告诉大家 每家会形成明星货币 这个明星化是有技术面上的 1.3的破位 会有基本面上原油的下降 会有基本面上美元的强势 所以我们提前告知一下 投资人 每家是明星货币 他将会呈现出和我们澳币一样的 这种走势的行情 这种单边的单纯的行情 这种的概率是相当的大的 我们把图缩小一些 来看一下 每家的走势 每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前期每家进入到了非常高的高位 在昨天的时候完成了对前期高点的破位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这是支撑阻力 千万不要说这是支撑阻力 美元强 原油弱 他朝上走 所以这是一个单边行情 这个单边行情如果拿斐文纳奇去算的话 就是如果算他的目标位的话 前边有多远 后边就有 后边就有破位有多深 我们把它 我把它变成一个其他颜色 实在是太吓人了 我们把它变成 实在变成绿色 绿色象征和平 那至少至少一个波段也是这样的一个波段 是想说至少的一个波段 就是下底部的这个 W底将来反转上去 就是这样一个波段 如果如果走底下这个上涨 拉回三角形整理破位的话 那么这个破位的幅度会会更长 会更远 这个幅度从1.24运行到1.3 600点 从600点将来上去之后 就会到1.35的这些位置上 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 在这儿有一个问题 有同学有问题说 有同学问 你什么时候会讲大阴线的交易的布局 那大阴线交易的布局 会在我们的课堂当中讲解 会在我们交易的课堂当中讲解 如果听 就是晚间解盘的话 我们会在6月份的这个季度 会新讲一个交易系统 我们之前讲过 慰问系统 慰问系统的进阶 那么我们下一次 还会在6月份的时候 就是6月这个季度的时候 和大家推出一套新的交易系统 带领同学学习 有喜欢在做这种大阳线 大阴线 双K反转 日K线布局的投资 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时间上 去学习到这种交易的布局的方法 所以明天请注意 原油在动的时候 每家成为明星货币 反转很清楚 值得关注的货币 有人问说 老师澳币目前支撑0.72 若破位能补空吗 还是等回调后再做空 我们看到澳币等回调后 我是这样看待澳币的 你不要再在上边再去额外的 再去过多的加码澳币了 因为澳币的图形 你说空的确是很空很空 但是它空了 已经走出一个波段了 我们在前期运行 这个行情走了 这是4小时图 这是100多点 这已经走了 就是这个波段 这个N型结构已经走完 就是100多点 72也是重要的关卡价位 我们之前说7072 7274 对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建议投资人 再在这个地方 破位再补空 回调再补空 这些方法和理论是对的 可是用在这个位置上的澳币 我想稍作停留了 如果他再回来 比如说他回到73 我觉得不补空还是可以 破空就不太合适 就是破位再补空就不合适了 就是让他破就行了 他走得太远了 对 还有同学问说 一级班的同学可以学习新系统吗 他指的是刚才所说的 那个大阴线大阳线的 那个交易布局吗 在交易的过程中 我们有些投资人 就是了解过一些交易的系统 那我们在课堂当中 微问是初级班的一个主要的系统 包括微问的进阶 也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去讲解 另外的话 我们还会在初级班的时候 初级班的系统中 深刻的会跟大家讲解Z模板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模板 就是Z模板 我们在微问的时候 是学的V模板 W模板和D模板 那初级班的这个课程 就一级班的同学会进入到 这个模板当中学习 就是Z模板当中学习 当然Z模板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的线形 就是这套模板当中 它的交易的方法和思路是不止一种 通过均线可以使用双均线的系统 去做交易 通过中间的ZegZeg的 还有它有通过这个趋势线了 可以有新的交易的方法出现 所以这套的Z模板 也是在初级的就是一级强化班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模板 今天我在这个图形当中增加了回调的线性 那这些这是我们在之前Z模板当中没有的 将来也会在这个图形当中去学习到 作为Z模板的进阶去做使用 好 我们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祝大家交易愉快 那晚间的时候10点钟 仍然是令老师带来的每周盘的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在交易当中交易获利 交易愉快 今天也是烧品队 祝大家购物愉快 大家晚间再见 好 同学们再见